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來到9月10號 下午跟大家做桑普論證 今天就是在戶外做 戶外就是騎樓做 當然我一直都說 我出這個旅程就是買個關 大家去哪個地方 稍後遲幾天跟大家揭露 稍後給大家一些暗示 給大家在哪個地方 當然看不到 我開這個地方就看看 大家看看是否清楚 天上面有雲有山 這個地方因為我一來到 它的情況就白了 如果你說我不在的話 看到有很多的 山上的雲 很開心 這個地方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做節目 今天跟大家講什麼話題 照樣到美國大選 我相信昨天 今天明天都會講到美國大選 因為就是我們的 香港時間 或者台北時間 去到這個 夜晚的時間 9點多鐘就會開始這個 選舉的辯論會 也都是川蝦第一次的辯論會 ABC 9月10號 當中的細節 我們希望可以當時 即席可以看到有關的 一些情況 可以跟大家做節目去講解 但在這個之前 我們講講一些 最新有些關於美國大選的資訊 給大家一些update 都是一件好事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領先民主黨的對手 Kamela Harris 一個百分點 這些全部都是外面的民意調查 我講過 七分懷疑 三分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誠實的地方 那麼當然 你說是不是 一個百分點那麼少 這個叫popular vote 如果你計七個搖擺州 我想基本上 特朗普的贏面是極高的 近一個月來 就算左派媒體 New York Times 和CNN College 就是這個 紐約時報 鄭立學院 9月3日至6日 即是前幾天做的 誤測辦範圍 政府2.8個百分點 樣本數率相當低 可以這樣說 只是做個參考價值 而這個調查裡面 同樣是New York Times做的 你會發覺到 他的情況 都是說特朗普反超 手道翻轉 分析說特朗普的支持度 是非常穩固的 而哈利斯的聲勢 稍有下降 這麼久以來 正是去過CNN的專訪 and there's nothing else 也不接受別人的專訪 也不開記者會 你看看特朗普 長長rally 精神飽滿 78歲的老人家 一點都不老 而且他的精神狀態 體能狀態 相當高 這個我想是一個客觀的判斷 OK 也有近三成的選民 認為對他 是還不了解的 即是根本不知道說什麼 即是在那裡傻笑 因為在那裡 餐廳裡 攬頭攬鏡 一些老婦人 For what? 這些事情 叫做好媽媽 好女人 傻笑 就可以做總統 這就是親善大師 友誼小姐 這個極左派 即使你說華茲家族 很多人都不投他 即使你說今時今日 Sanders都講到 Bernie Sanders 第二名的極左派 第一名極左派 就是Carmel Harris 第二名的極左派 就是這個Bernie Sanders 都說 他一定會繼續 他的agenda 意思是說 所有他現在講的中間路線 只不過是一種pragmatic 實用主義 到時候他上位的時候 一定會堅持他理想 什麼意思 他就是Green New Deal 是不是 什麼Green New Deal 就是說 廢除了所有綠能以外的東西 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Lithium 在全球的開採大幅增加 中國又做電的汽車 電池汽車 電池汽車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電池 電池最重要的成分 就是你 你開採的山 這個山一開採之後 200年不用種東西 那你想一下 這些不是環保 是不是 你不要燃油車 你要電池車 電池車 不需要consume resources 而那些resources Lithium 你開採之後 是回復不到的 跟你開油井完全不同 油井上面都可以住人 但是你電池 那些你 一開採 都不得了了 OK 那這個 百分比就是48%的人 說會投給Donald Trump 47%的人說會投給Kamela Harris 這個結果 跟同一個民意調查機構 在7月22日至24日期間 Joe Biden宣布退選 並輸除職支持 Kamela Harris的民調結果幾乎一致 換言之 Kamela Harris 那個honeymoon period 所以蜜月期已經過了 即是已經開始declined 正如我說 一過早8月尾之後 再過幾天 現在今時今日9月10日 情況正如我與差一樣 而我預計辯論之後 Trump的聲勢繼續漢漲 因為哪一個變才無礙 哪一個有多少墨水 多少常識知識 很清楚 除非Trump會犯一些硬傷 硬傷就說 他在侮辱女性 侮辱黑人等等的事情 Trump其實都很聰明 你不要覺得他是一個傻佬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我相信 他犯這些硬傷的機會不高 當然啦 你怎樣做法 人家都會 類子與人的故事 你怎樣都有方法 可以砌你的 但是我起碼 看完今晚 我今晚的Trump和Harris的辯論之後 先做一個判斷 紐約時報的民意調查專家 Nate Cohn指出 他對這個民意調查結果感到意外 這個近一個月以來 Trump走到沒有黨派色彩的 全國性民意調查領先 這個就要贏 Purple Votes 更加不要說那些Electoral Votes 更加贏的 因此對這個民意調查解讀 應該謹慎一些 儘管是這樣 Kermit Harris的支持率 有沙度下降 大不難解釋 Nate Cohn在紐約時報 撰寫文章 表示 由拜登退選 到8月下旬的DNC 即民主黨 全國黨代表大會 媒體有很多正面的報道 可以說是Kermit Harris的 末月期 這兩個星期的新聞淡落 因為他沒有做新聞 他不做CNN 川芳以外其他的曝光 支持到回落 當然是合情合理 Kermit Harris 就指出 即使Kermit Harris 過去一個多月以來 在媒體上佔盡優勢 但選民對他了解不夠 這個民意調查顯示 28%的選民說 他們需要對Kermit Harris 有更多的了解 就是宣文想知道 他對各種議題的立場 對於中國 是否要停止徵收關稅 是否要給二萬五千元 給所有人去買 這個首購房屋 甚至要增加新的稅項 來處理問題 很多的政策 也都需要講清楚說明白 俄烏戰爭 以下衝突 台灣問題 如何解決 這個都是問號 這個就是他 現在沒有人知道他想怎樣 根據這個民意調查顯示 當被問到 Kermit Harris的立場 是否太自由派 太progressive progressive 即是進步派 極左派 44%認為是 9%認為不是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有腦 42%認為他的左右兩端 都不過於極端 即42%是中間派 這些人是蠢的 對於Trump的政治光譜 32%認為他太保守 11%認為他是不夠保守 50%認為他兩端 都不過於極端 基本上 我覺得他是後面那種 譬如他墮胎的態度 不會過度保守 但你說在 基本上的常識方面 對中國的態度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萬議調查也顯示 Kermit Harris作為現任的VP 副總統 63%的選民 認為他對邊境的問題有責任 55%認為他對通貨膨脹有責任 全部都過半數 即是一個border Immigration 另一個就是 Inflation Economics 都是相當多的人 是吐他口水的 49%認為 即半人認為 他對美國自阿富汗撤軍是有責任 這個他心戰室裡面 難辭其咎 這個 扣因認為 Kermit Harris 2019年 參加民主黨初選的時候 提出很多不受歡迎的政策 邊境和非法移民 也許他是潛在的政治負債 在8月的政治大環境之後 這些問題沒有被突顯 他的陣營也沒有利用機會 推出鮮明的政策 打出他的形象 而Trump方面 這位所謂分析師 民調顯示 Trump是有優勢的 第一 選民對他的好感度 比2016年 2020年的時候都高 再說一次 選民對Trump的好感度 比2016年 2020年都高 這個出自左派評論員的嘴巴 第二就是 選民認為 他比Kermit Harris 更能夠解決選民關心的問題 就是Immigration Inflation Double I 另外 約半數的選民認為 他不偏左 也都不偏右 選民也都認為 他能夠 較能夠大來改變 Change Change who? Change Biden away You are fired 應該要這樣說 在特定議題上面 56%認為Trump 比較能夠處理經濟議題 這個很重要 It's economic It's economy Stubert 這個就是Clinton說的話 56%認為 Trump較能夠處理經濟議題 40%則支持Harris 所以你看到16%的差別 針對墮胎議題 當然 左派現在很盛行 55%支持主張 立法恢復墮胎權 但今天 你用立法的方式 擺明是 踐踏司法的判決 聯邦最高法院 Rovie Wade 之後的判決 這件事 是相當令人發指的 當然有38%支持Trump 這個就是 墮胎abortion 一直就是說 在民意方面 不在正義方面 在民意方面 Trump是比較劣勢的 就移民的議題 即immigration的問題 53%支持Trump 42%支持Harris 就民主議題來說 50%支持Harris 44%支持Trump 《紐約時報》報導 拜登退選 振奮了民主黨的支持者 我真的不知道 當時你幫他 你覺得很興奮 他退選 你選又支持 不選又支持 這是什麼人 這段期間 Trump的選戰 是不太好打 但是民意調查顯示 他的支持者 相當resilient 相當有人性 而且Trump的支持度 也非常穩固 針對這份民意調查 Trump的陣營發言人 Jason Miller 對於Politico的網站指出 Harris的脈月期 已經正式結束 Harris的競選中間 Jean O'Malley Dillon 就說 Trump的支持者 比2020年還要積極 我們更加需要知道 有一些新聞 也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編論在接下來 大家知道就是 就算你看到CBS News 或者U-Govern的民意調查 看到在Mitchigan Pansylvania Wisconsin Pansylvania 兩人的支持都是相對 即是基本上 相差不下 即使是偏左派的智庫 第三條道路 Third Way的民主黨策律師 Matt Bennett 都表示 他認為如果Harris 能夠即興的環境中 展現出他對相對 在相對照本宣方時的成功表現 將會對他有幫助 說真的 這些事情 全部為他作嫁衣償 最後他是不是做得到呢 我是非常有懷疑的 Harris的問題在於 大家對Trump的期望值太低了 他就是混亂不堪 作為跨跨其談 而他會繼續下去 這擺明就是先入為主 你有一個 這個 你自己的先入為主的一種成見 才會看一件事 人類對 大家對Trump的期望值太低 剛剛New York Times公佈了民意調查 Trump還領著Harris 一個百分點 金融時報FT 即是說 Harris在領著Trump 2.9個百分點 這個情況 每一個調查都會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說 這些情況 被這些左派的一些 所謂的民意調查專家說的 說到好像頭頭試到 實際上 我都不知道他想達成什麼目的 而他們說的話 是不是正確呢 我使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就算一些左派的 譬如資深民主黨的策律師 例如Paul Begala 就說 Harris的首要任務 是將自己定義為改變時代的代表 他說 副總統Harris 需要起訴Trump 而不是為拜登辯護 說告Trump 不要再為拜登辯護了 即他是Dictator 你習近平 告你的對手 告你的競爭對手 然後不要為你的前朝辯護 哇 這是什麼人 他說 指然他是年輕活力伸賞法 年輕 五十九歲 五十七 即五十幾歲 年輕 年輕活力伸賞法 將Trump 塑造成一個老賣過時目光短遷的人 擺明老屈 所以這個Paul Begala 你不吃屎都沒用了 是吧 Harris 就是 現在在Pittsburgh 市中心的飯店 準備辯論 因為辯論的地點 就會在Pansylvania OK 這是賓夕凡尼亞州西部工業城市 可能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 這個很重要的 即這個辯論 我想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事件 大家 我現在說 有言在先 這個辯論結果 會影響出整個選情的節奏 雖然Harris幾乎沒有透露 他將會如何對付Trump 但是8日參觀一間香料店的時候 他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好迎接挑戰 他告訴一小群眾 一小眾的人知道 他9月10日辯論的訊息是 是時候翻過分裂這一頁 是時候團結我們的國家 並開創自己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我請你收皮 收皮就能夠團結國家 儘管這個Harris 以擅長辯論著稱 但賓州前州長 民主黨人Ed Randall 就表示 跟特朗普交手並不容易 他絕不能夠被激怒 他基本上需要無視他 不需要令他得逞 不需要令他被嚇 他把這個Harris嚇到 如果別人說到你 你會被嚇到 你需要無視別人的時候 證明你沒有Argument 證明你沒有勇氣 證明你沒有勇氣 是吧 即你講這些東西 是一個Week的表現 即有人說你 你不需要怕他 即你會怕他 你才說你不需要怕他 你需要無視他 證明他被你強 是吧 但當他說出粗魯或者荒謬的言事的時候 就要反擊他 那怎麼反擊呢 就是不得而致 即用女性 用少數數去打這些牌 是不是真的完全行呢 基本上 大家看今晚的辯論 同時這個引爆的話題 當然很多新聞都講到這一點 基本上規則是這樣的 規則嚴格 每位候選人有兩分鐘時間回答問題 兩分鐘時間反駁對手 為了確保辯論進行 即今次在Philadelphia OK 在Philadelphia 去進行這場這樣的辯論比賽 大家拭目以待他 怎麼去做 費城舉行的 OK 那 為了確保這個辯論 能夠順利進行 沒有發言的microphone 將會被靜音 現場也不切觀眾 這些規定 源於2020年 首場辯論的時候 出現的混亂情況 顯示選舉委員會 對於維護辯論秩序的決心 那只要大家 是fair to everybody 我無所謂 那現在pre-agreed to CNN的rules 那就跟他 不要像Harris最近幾天 曾經一度想反胎 但現在都已經妥協了 BBC的分析認為 Harris擁有豐富的辯論經驗和 從2003年參選 San Francisco的地區檢察官開始 他在多次選舉中 自然出色的辯論技巧 作為前檢察官和現任聯邦參議員 他事於揭示對手弱點 然而他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時 表現不盡人意 政策立場不夠一致 他面臨的主要批評之一 那就看看他怎麼說 這個呢 所謂的哈婆會怎麼做呢 就不得而知 相較之後呢 Trump雖然缺乏傳統政治經驗 不是缺乏傳統 他已經做了四年總統 OK 在2016年和2022年的總統辯論章 展現出強大的舞台掌控力和對抗性 他常用打勸對手 在台上走動等方式吸引注意力 不過 他都因為經常偏離主題和發言不實 就是習到批評 所謂偏離主題發言不實 對方沒有嗎 而這件事 所有作派的所謂事實調查中心 是專門朱亞特朗普的 用同樣的方式來朱亞拜登 朱亞 Harris 一樣的結果 那政治人物說的話 是不是真真假假的呢 我都說骨幹是真的 那他有一些知識是假的 不是重點 要分清楚主客之分 根據政治分析機構 發酵而且不可逆轉 irreversible 這個才是我期待的結果 那另外呢 特朗普的老婆呢 第一夫人 前第一夫人 梅拉尼亞 就是Millenia Trump 也都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宣傳 影片裡面呢 猛烈評擊拜登 政府導致的高昂生活成本 並且為他的丈夫 美國前總統 特朗普遭受明顯的禁聲 企圖抱屈 那這一點呢 他是講得很清楚 Belanier呢 我想這本書的作用 是有相當大的作用 尤其New York Post 紐約時 郵報報道呢 這個短片 在8號發佈 梅拉尼亞的影片裡面呢 批評拜登 政府統治下的國家現狀 但他沒有直接提到 這位民主黨人的名字 他堅稱 自從他的丈夫 在2020年大選落敗之後呢 世界各地的緊張局勢有所升級 他說 2020年的選舉結果 永遠這樣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這個是他的旁白 同時這些文字都在螢幕上面 它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品質 食品價格 汽油價格 安全 甚至地緣政治格局 梅拉尼亞隨後指出 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加分裂 同時他也對美國的言論自由狀況 表示擔憂 越來越明顯的是 言論自由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我丈夫被禁聲的遭遇 就證明了這一點 梅拉尼亞所指的是 特朗普在曼哈頓的 即是掩口廢案當中 被法官下達了言論禁令 當時不讓他講話 那麼 今年6月 特朗普在這個案件中 被判犯有所謂的 十三十四項 重罪 而審理這個案件的法官 莫成 John Merchant 將部分言論禁令的期限延長 去到特朗普被判刑之後 他最初頒布這個禁令 是因為擔心這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習慣性攻擊案件相關官員 那麼當然 這件事基本上是限制的言論自由 而現年78歲的特朗普 因為在審判期間違反禁言令 被罰款一萬美金 並被警告如果繼續違規 將會面臨監禁 那特朗普在Truth Social的社會媒體上 他將1月6日的國會大選騷亂事件之後 不久就被停用 不是Truth Social 而是Facebook那些事情 不過現在呢 又允許在X和Facebook白文 梅拉尼亞上個星期 開始為他的新回憶怒 梅拉尼亞 即梅拉尼亞 梅拉尼亞 去做宣傳 梅拉尼亞 他說他希望 向讀者展示一個真相 並聲稱自己丈夫成為公眾人物期間 一隻被誤解的受害者 作為一個經常受到公眾關注和誤解的普通人 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澄清事實 梅拉尼亞選擇 在新書出版之前夕 發佈這段爭議性的影片 他的動機引發諸多的猜測 有分析認為 這是為新書炒作和吸引關注度 也有人解讀 就是說 這個是梅拉尼亞 會為自己做獨立的形象 和特朗普的爭議事件 保持他們 兩樣當然不是 這全部左派的人 亂說的是 幫特朗普助選 這麼基本 為川普助選 五個中文字 OK Help Trump to win 四個英文字 說完 說什麼 吸引關注度炒作 和川普保持他們 這些人是殺案的 所以說這一點 定價四十美金 十月八日出版了 下個月就是有售 希望大家 就看回這本書所講的東西 我相信 梅拉尼亞也都非常 保護她先生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點 希望說給大家知道 這就是 Harris本身 和他的 這個 爸爸的關係 那 英國的每日郵報 Daily Mail就報道 Carmen Harris的爸爸 Donald Harris 不是Donald Trump Donald Harris 他的爸爸 是一位86歲的 退休經濟學教授 Trump在無數的 Renies裡面講到 做西大會都講過 這位人是個 Marxist的Economist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 根本上就是 美國馬克思主義的 最重要的旗手之一 這個 這樣的 退休經濟學教授 所報的 所講的 一些所謂的 經濟學道理 就是跟馬克思主義走 Donald Harris 而他 住在距離白宮 不到一英里 不到one mile的地方 那可能在 我不知道是Virginia 還是Maryland 但是從未被發現 去白宮 探望過 這個女兒的 即是說 父女的情誼 是非常淡薄的 Harris的名字 也都從未出現在 這個 就是這個 Donald Harris的名字 從未出現在 在Karmala Harris 擔任副總統的 三年半時間裡面 任何公開的訪客 明顯中都沒有的 另外呢 網路上也都沒有他們 最近的合照 那雖然呢 這個 這個 Karmala Harris Karmala Harris Karmala 可能是私人場合 邀請過父親 去到官邸 但更有可能的是 這個 Karmala Harris 希望想刻意保持他們 那麼 這兩方面呢 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 Karmala Harris曾經公開表示 他跟父親的關係 並不親近 這個隱瞞了他那種 完全身教的東西 他說並不親近 而他8月20日 去芝加哥 巨人的民主黨 全國代表大會裡面呢 正式接受提名的時候 只是簡短的 提及他父親 他演講中說 父親鼓勵他 無所畏懼 但接著又補充說 主要是我的母親 撫養了我們 那麼究竟 他跟父親的關係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記者也問他嘛 為什麼記者不問呢 哦 原來Karmala Harris 不接受記者會 除了CNN一個之外 CNN的記者不問 也都不接受任何的專訪 所以不回答你了 神秘 這個好像 站在後面 死都不出來 面對民主選舉洗禮的人 各位你們了解民主選舉這麼多 如果候選人 距離五十多天時間就要投票了 他的政綱不知道 他的家人不知道 他的抵制不知道 你今天你還投票選他 你Fuck的 是不是 這個基本的原則 你華知 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他跟中國關係 沒有人質疑 除了共和黨的人之外 我們這些人之外 喂 你左派媒體 沒有個人講這些 那很簡單嘛 你選舉 你的政綱是什麼 Where would you lead America to 你要講清楚 今天呢 他不講清楚 這一點我覺得非常荒謬 鏡頭掃過他所謂的龐大而多元的家庭 包括他的繼子女 是stepped son stepped daughters 丈夫Duck和Duck的前妻 但這個父親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Donald Harris 就缺席了 報道指出呢 這個Donald Harris 是一個退休經濟學教授 他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令共和黨人經常攻擊 Kamela Harris 因為他支持極左思想 另外 這個Donald Harris 在退休之後 還擔任過牙買家政府的經濟股民 這個可能會被視為一個負面因素 因為牙買家政府 長期存在貪腐問題 你的爸爸收了多少錢呢 那這個兩父女的關係破裂 我們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時期 1962年 這個是Donald Harris 和來自印度的19歲癌症研究員 Siamala Gopalang 就是相遇的 他們隔年結婚 在1964年 在奧克蘭生下了Kamela Harris Donald Harris 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 表達了他對加州法院體系的不滿 認為加州法院的判決基於錯誤的假設 認為父親是無法升任育兒的責任的 但是Donald Harris強調從未放棄對孩子的愛和 從未逃避作為父親的責任和 就好像Karl Marx一樣 很多人會尊敬Karl Marx 他說共產黨是壞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好的 我說這些人不死也沒有用 死也沒有用 Karl Marx說 Mark是好人來的 你自己查他的生平 怎麼拋棄棄子 怎麼欠債不還 怎麼中日無所事事 拗爛腳 喂 在倫敦做些什麼 自己看一看 就是你不要 射信那些左派的一些書籍 找the truth 去看看真正的Karl Marx 是什麼的人 OK 不要在這裡崇拜他 景仰他 歌頌他 不知所謂 儘管Harris 即是你 Donald Harris 在文章中 表達對Karl Marx的愛 但隨著Karl Marx的政治生涯起飛 兩人之間的隔閥越來越深了 2018年 Karl Marx 在宣傳他的回憶錄的時候 在一次訪問中 講到自己吸食 Marijuana 即是大麻的經驗 並且開玩笑地說 我的家人有一半來自Jamaica 雅米加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個Donald Harris 對這件事感到非常生氣 他公開發表聲明 而不禮批評Karl Marx的言論 並表示要和他切割關係 Donald Harris認為 Karl Marx的言論 是對雅米加人的黑板印象 是可恥的 而這個Karl Marx 並沒有公開回應 這個Donald Harris的一些言論 而這段家庭風波震驚了外界 隨後 Donald Harris發表聲明 表示為了避免捲入政治風波 他將不會再接受媒體的採訪 而兩婦女的關係漸行漸遠 除了家庭糾紛之外 可能跟他們政治立場的差異有關 Donald Harris是一位堅定的馬斯主義者 其實這些左派媒體就包裝到 Karl Marx是一個溫和派 左媒體 收皮吧 民主黨支持者 你們這班人有沒有搞清楚 整個參議員 當時的民意調查 和參議員自己表態 100個參議員滿額的 那誰最左的呢 不是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是第99名 第一百名 就是最左的名 就是Karl Marx 這個是實至名歸的 你不要再現在包裝他的溫和派 這些左派媒體就說 他的父親是極左 Karl Marx是中間 所以看到他們漸行漸遠 這個是左派媒體的謊言 我和你們拆解 兩婦女延傳生教 有很多極左的因子一樣 Karl Marx在Senator期間 做過民意調查 做過參議員之間的互相比較 最左的就是Karl Marx 不是Bernie Sanders 是Karl Marx 他是美國共產黨 美國馬克思主義的最核心的成員之一 他和那班AOC那班人 完全一模一樣 如果你認為左派是對的 投給他吧 如果你覺得左派是不對的 你投給他的 顯然你腦筋有問題 如果你認為左派不對 不投給他的 我覺得這件事 起碼是邏輯一致 我就說這個基本的原則 兩個婦女思想一致 家庭有九分 就不要說到好像 他們思想不一致 導致她家庭有九分 是思想一致 家庭另外有九分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另外文化差異 成為他們的不同的情況 這些就不再講下去了 我想這些大家 在左交媒體 必須要有這方面的一些洗版 而自從九月九日開始 美國國會復會 因為經過六週休會之後 就在九月九日復會 而眾議院將會迎來中國州 預計會密集討論 其他犯案就涉及孔志學院 無人機 Drones 和經濟間諜 即那些 SBMR的問題 希望年底提及白宮簽署 授權下一任總統對北京 採取更嚴峻的行動 當然我們都無人歡迎 但這些事究竟是 這個propaganda 這些fireworks 還是真是能夠劍及理及 真是能夠做到一件事 我想這些事其實是 看得出他的姿態 但他的阻嚇力有限 實際上的幫助也會有限 但我很希望這個 由共和黨議員Hill提出的 台灣衝突阻嚇法案 可以通過 因為這個是指示 美國財政部公佈 為中國高階官員提供服務的 金融機構清單 禁止機構向這些官員 和直系家屬提供服務 Hill也表示 這個法案讓中國知道 危害台灣 不單止會令他們暴落在中國大眾面前 破壞他們對國家的控制 也都會將會導致領導層 和對家人的財務 陷入這個困境 說得出 做得到 這個才是重要的 那當然也會有 終止中國電動車載美國主導地位法案 或者國土安全部對孔子學院 和中國相關實體的限制法案 或者保護美國創新 及經濟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 這些事情都需要密切關注 希望美國做得這麼好 當然 包括 包括 習近平在內的親屬 都有外國籍 OK 那我們 上一次節目也講過 你問問自己有股脏 是不是有中國味 是不是 今天你絕對不能掌著中國念 不是中國心 沒有中國情 血小中國味 這就是 習近平 最新一期 《求是雜誌》 講的這個 講的番話 他以前 很多年前 講過這篇文章 將他重新看引出來 大家知道 這篇這個說話 當然 這個叫做 講完一大堆的垃圾 其實 講到尾 那習近平的家人是怎樣呢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 習近平的弟弟 習遠平 擁有澳洲國籍 我先不要講你的女兒 或者你老婆 先 我說習遠平 OK 習遠平 那你說 你已經 因為他習遠平已經收了皮 OK 那麼 習遠平 那他是澳洲國籍 姐姐 習喬喬 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PR加拿大 是 異者 習安安 是澳洲國籍 異者夫 吳龍 姓吳 口天吳 還有一條龍 是澳洲國籍 長居墨爾本 這個就是 吳龍 另外獨生女 習明澤 曾經留學美國 身邊的外籍親屬還字的習近平 他在公開講話中 大言不殘話別人的孩子 掌著中國臉 不是中國心 沒有中國情 缺少中國味 誰給他這種 說謊的底氣呢 再說一次 是 弟弟習遠平 澳洲人 大姐 習喬喬 加拿大永久居民 PR 異者 習安安 澳洲人 異者夫 吳龍 澳洲人 長居 獨生女 習明澤 留學美國 我問 那這些掌著中國臉 不是中國心 沒有中國情 缺少中國味 拿出人家回照的人 是什麼存在呢 習近平 你要解釋一下 這幫豬頭家族 究竟是什麼存在 大家要搞清楚 總之 習近平 有一次 為大家 看到 讓子彈飛的習近平 怎樣令共產黨倒台 也怎樣反共 滅中 指明了方向 也都看得到 我們一代一代 看到一代 被中共奴役的人 是多麼不堪 是多麼可恥 文化的根據 是多麼腐敗 這一點 才是我要講的重點 所以我們呢 平息靜氣 未來呢 警密暢熱 方眼亮 那我們看回 今天晚上 9月10日晚上 就是呢 我們 就是 在亞洲的 港台的晚上 如果這位美洲來講 就早上 ABC 我知道Fox News 都有轉播的 這個 川蝦便 Trump Harris Debate 會不會帶來一個呢 對Trump有利的結果 到時我們會看 之後我們評論 那希望大家繼續呢 支持蘇寶頻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段片 還有連用Supercancel function 支持贊助本人 同時我們知道外面有很多聲音 就是今天吵少少 不要緊 一集半集 那這個情況是以什麼聲音呢 大家猜一下 等我回到家之後呢 就跟大家開鼓